好了 繼續要來講這個 新冠北斗猜減的方式 無情國來並無統一 根據美國二學會十幾的報道 這個猜減 如果是猜 哪歐頭的部位最不準 這個準確率只有三十二% 也就是說 明明都有北斗 所以嚴不出來 如果猜這個平康 有六十三%的準確率 所以他也是建議說 這個猜減應該要猜平康 不要為哪歐 早上一天 台灣新確診案例 首頭一次到兩位層有十例 都是經過威力的個案 六十五 土耳其愛疾奧 第二 捷克 平道 德國 法國 美國 經過威力的個案 累積到五十例 美國起來 中國威力的個案 年紀比較大 當前比較多 歐洲威力的個案 比較少年 政頭也比較輕 也有人煩惱說 這個風遊望是破坑了嗎 盡量能夠掌握他的行動跟健康狀況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計 以進行累積的六十七例來算 國安慶政的減四十例 二十二例 慶度危險 五例是重症 都是高齡並且有萬聖病的軸運 慶政的太多有更多的團佈風險 台灣目前的柴檢是以後為主 以照美國二學會 十字的賺財 白毒柴檢用性率 那後只有百萬二三十二 蹄蟹六十三 痰是百萬二七十二 不過不是台灣這裡都有痰 所以他就建議說 應該採用蹄蟹的檢體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病毒 應該是已經開始適應上呼吸道了 所以他喜歡的地點呢 從下面然後開始往上跑 他在鼻咽部呢 變成也是他一個很喜歡的地方 可以生長的地方 美國二學十字之間 病毒柴檢用性率 蹄蟹也有百分之六十三 蹄蟹蟹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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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